走下去 八道新闻综合报道 农历春节就要到了 但是受到了景气寒冬的影响 不少工艺团体收到的募款跟物资呢 都比往年要少了一到两成 为了号召更多的网友一起发挥爱心 家福基金会也特别选在服务站 跟家福的小朋友拍摄假人挑战 从基金会的志工到阅读区的大小朋友 通通禁止不动 家福基金会特别拍摄假人挑战影片 只是希望赶在农历年前 能号召更多人来发挥爱心 去年在整个像台湾也发生蛮多 像灾变 比如说台南的大地震 还有其他的部分 甚至整个台湾的不景气的部分 其实多多少少对我们家福的捐款 是有一些影响的 大概还是会有大概一成的一个落差 受到景气和天灾影响 让不少工艺团体 今年的募款都不如预期 但还是有许多弱势学童需要大家的帮忙 在物资的部分 其实现阶段要过年 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好朋友 不管是一些白米 或者一些生活物资 甚至一些赎籍的部分 都会有一些捐助 那当然这些对于我们 这些辅助还是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一箱箱的牛奶和麦片 都是善心人士捐来的物资 目前全台有850个家庭 1500个学童受到家福基金会的安置救助 岁末年中也期望大家一起出钱出力 让弱势的小朋友也能过个好年 八大新闻综合报道 最近几年美国系列英雄电影